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二百七十集 同父异母的亲姻兄弟 李妙真不得不重新取出一个指人 作为苏苏附身之物 鬼屋没有实体 白日里受到猎羊暴晒 轻则缘起大伤 重则灰飞烟灭 指人上画着道门俘虏 可蚊养鬼屋 风存阴气 徐清安故作疑惑 李将军还随身带着指人 你藏哪里的 我自然有我的手段 什么手段 传说中的虚于纳戒子 许清安瞪他眼睛 就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虚于纳戒子是什么东西 李妙真先是一愣 又觉得受到了许清安的崇拜 很有满足感 便点点头 算是类似的法术吧 李将军不愧是天宗圣女 许清安叹服 李妙真矜持的恩了一声 你就装吧 不就是地书碎片吗 你现在装得越多 将来量得越彻底 许清安由衷的笑了 五十 许清安招呼两位大美人用完闪 估摸着张巡抚也快回来了 结果巡抚没等到 等来一位守城的士族 快马加鞭的冲进驿站大喊着 被只有钥匙求见巡抚大人 不得擅长驿站 胡奔卫拦住了他呵斥 守城的士族大吉高喊道 巡抚大人 被只有十万火急之事求见 院子里的动静 惊动了驿站内的打羹人 一位银罗带着两铜锣出来 皱眉说道 巡抚大人不在 有事与我说 守城士族咽了一口唾沫 魏司的军队在城外集结 威胁说巡抚大人不出去见他们 他们就入城 云州这群大头兵敢造反 那位银罗眉头顿时扬了起来 城外现在什么情况 士族快马加鞭赶来 嘴唇被寒风冻得清紫干裂 口干舌燥 张嘴发出的声音嘶哑难听 南城城门已关 别急 先喘口气 许清安闻声下楼 给士族倒了杯凉水 士族赶紧接过 蹲蹲蹲的喝完 感觉喉咙舒服了许多 他感激的看了眼许清安 语速飞快 魏司集结了三千大军 就在南城门外 为首的卫所指挥使 徐虎臣扬言 半个时辰内 如果巡抚大人不释放都指挥使 给他们一个交代 那就入城 兵剑 熟读历史的许清安脑子里最先闪过这个词 所谓兵剑 就是以武力规券 君主或尊长使其服从 简而言之 就是用拳头逼你就范 兵剑和政变的区别在于 目的不同 行为却是一样的 许清安印象最深刻的两次兵剑 分别是马维泼的杨玉桓之死 以及少帅掏出小手枪 啪啪啪 这两次兵剑都是成功的 不过兵剑是死剑 非万不得已 没人会用 狗胆包天 赶过来查看的几位银罗 问清楚情况 多日时出离的愤怒 这种事在京城根本碰不到 诈闻消息 他们心里的惊讶和愤怒难以言表 熏副大人去都指挥是私了 不可能在半个时辰内赶到南城 一位银罗按住刀柄 沉声说道 南城的城防军有多少人 不足千人 士族回答 追怕是守不住啊 这样 我们几个率领虎奔卫赶去南城 那群大头兵敢造反 就看他压的 相信能拖到巡抚大人和援兵过来 一位银罗提议 几个好战的打耕人 顿时跃跃欲试 虎奔卫本就是身经百战的汉族 再加上练气境打底的打耕人 配合城防军的话 不说万无一失 守住一段时间不难 那杨川南怎么办 他是朝廷要犯 我们不能弃之不顾 许清安提醒这些头脑发热的打耕人 带上他一起去 许清安挑眉 你信不信魏斯的兵 当场跟我们死壳 他们兵临城下 打的不就是这个目的 以为武力逼迫 就可以让巡抚大人 让我们屈服 正好让这些云州的兵蛮子知道 什么叫做打耕人 这是打耕人最恼火的地方 向来只有他们督察百官 惩治贪官污吏 什么时候居然有人敢欺负到家门口 还扬言让巡抚半个时辰内出去见面 不然就冲进城来 这是完全不把打耕人放在眼里 把他们的面皮踩在脚下 是可忍 武夫不可忍 术是可忍 武夫还是不可忍 干他娘的 许清安一看形势不对 脸盲敲了敲桌子 沉声说道 诸位冷静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最开始接见士族的那位 银罗脾气最暴躁 看着许清安 抱了句粗口 反正老子忍不了 江金罗不在 这里银罗说了算 兄弟们跟我走 带上杨传男 李妙真站在一旁 冷眼旁观 砰的一声 牌桌的巨响中 许清安站了起来 正准备离开驿驿站的 一众打耕人恶然回头 许清安指着那位 银罗的鼻子破口大骂 老子管你是不是银罗 少他们用职位压我 压得住吗 你去问问姓朱的 压不压得住 你把矛盾激化了 你让巡抚大人怎么做 杀官魏斯三千士族 退一步说 你要守不住呢 战火波及到城中 普通百姓 你负责吗 你能负得起责吗 那银罗耿着脖子 吹胡子瞪眼 许清安 你他妈觉得自己能负责 至少老子的肩膀 比你能扛 许清安喝道 一时间竟没人反驳 一个铜锣的大放厥词 竟让满屋子的打钢人 齐齐接目 女鬼苏苏诧异地 看着这一幕 她觉得难以理解 你们所有人都留在这儿 看守杨川南 他是朝廷重犯 不能有任何闪失 外城的守军 交给我去拖延 许清安 见没人继续抬杠 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众人一脸的质疑 你 许清安捏了捏眉心 思路清晰的解释 魏斯的军队兵临城下 其目的不是攻城 而是要求巡抚大人 释放杨川南 这就有回旋的余地 你们火急火燎地赶过去 还带着杨川南 这鱼挑衅无意 反而是把矛盾激化 让双方都没有退路 当然 凭我肯定劝不动魏斯的将士 但李将军可以 许清安把李妙真推了出来 想必李将军也不愿意 大家闹得这么僵 让杨川南没了退路 至于让杨川南亲自过去 他没考虑过 一来姓杨的未必会配合 二来直接被救走了 怎么办 李妙真似乎就在等这个结果 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 不再冷眼旁观汗手说道 本将军会尽力而为 撑到巡抚大人赶来 李妙真和许清安 签了两匹快马 向南城门赶去 指人苏苏抱着李妙真的小蛮腰 坐在后面 你这个小铜锣 还挺有能耐呀 苏苏侧着头 打量着并行的许清安 不是我有能耐 主要是 许清安咳嗽了一声 用吐露秘密的语气 其实 我和张寻甫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苏苏一下子抓住了重点 你是张寻甫的兄弟 要不然 我怎么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原来如此 苏苏恍然大悟 感觉自己知晓了 一个天大的秘密 李妙真嘴角一抽 很想提醒自己的女仆 告诉他许清安 这个人说的话 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信 他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话语权 是因为深得魏冤信任和赏识 在衙门中地位不同寻常 但是这些信息来自天地会内部 二号知道的情报 与李妙真有什么关系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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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